Hello 大家好 最近恆生指數的走勢比較差 多數都是跌為主 在這個市場有什麼投資產品 風險比較低 但又可以增值財富呢? 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講一下收租股 這個收租股就是智庫信托778 首先我會和大家講一下它的股值 這個叫做股息股值方法 是利用過去股息的平均值 再乘以不同的年期 譬如乘15就會得出便宜價 乘20就是合理價 乘30就是昂貴價 而這些年期是代表 只是收股息可以多少年回本 這個股值方法用在一些穩定派息的股票身上 準確度是挺高的 因為這些股票派息穩定 和他們的基本面都是比較穩定的 接著我們再看看智庫信托它的股值 它的派息情況 我們計到過去六年它的平均股息 是0.49港元 我們將這個數字 代入剛才的公式 股息是0.49 我們計它的便宜價 乘15 就等於7.35 合理價 我們將它乘20 就等於9.8 根據這個簡單的股值計算 支付信托778 它的股價為7.35 是便宜價 現在的現價是6.5 即是說其實它現在是低股 如果做一個中長線投資 很大機會是賺息和賺價 當然是要放久一點 是說半年或者一年以上 接著我們再看看它的派息情況 778一年是派兩次息 根據過去的經驗碼 通常它的除靜日是8月 即是中期息 而派息日通常是9月 要賺息的朋友 就要在除靜日之前買入 這個是一些資訊給大家 另外 778的息率是接近7厘 還有它是以物業收租為主 所以派息方面是比較有保證 不同一些銀行股 或者其他 譬如匯豐那樣 它有時候可以不派息 那麼它就比較穩定 穩陣一點 接著我們分析一下 778的基本面 去做一個基本的分析 首先我們看看它的盈利比喻方面 那麼在收益方面 我們看到 21年它的收益 相比20年是跌了2% 即是2% 有一個輕微的跌幅 因為香港疫情比較嚴重 很多時候 餐廳都限人數 甚至晚上都禁堂食 少了人出街 少了人去商場 那麼收入便自然少 這點是可以理解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收入淨額 即是Led Income 我們看到 21年的Led Income 是正數 而20年是負數 但是問題就出現了 因為20年的收入 是高於21年的 而開支又差不多 那麼為什麼 20年的收入淨額是負數 反而21年是正數呢 那麼我們再看看一個value 就是投資物業公平值的變動 那麼我們看到 21年是正數3.5億 而20年是負數 37.9億 那麼我們看到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 跟著我們再看看 這個公平值究竟是什麼 其實這個公平值是關於 投資物業上 一些估值上的變動 那麼我們看到一個從務報表 21年的公平值 有日利3.5百億港元 其實是因為 估值市是將租金收入 和物業詳情 和規模進行比較而得出 當中是涉及很多假設 那麼其實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Ned Income的變動 你想動它 是不太困難的 那麼 去到這裡 大家都明白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 看財務報表 要注意一些大數的變動 不過這樣說 其實整體來說 778它的盈利和開支 是沒有重大結構性的改變 仍然都是一隻 穩定的收息股 所以你說 長遠買去來收息 穩穩陣陣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跟著我們再看看 旗下的商場 是有16間物業的 主要都是民生服務業為主 你看到有智庫第一城 馬安山廣場 這些都是主打民生的 那它商場是租給什麼客人呢 主要都是銀行和房地產服務 餐飲 和教育服務業 其實都佔了六成的 其實你問我 通關對於778有沒有幫助呢 我覺得是有 但是不是很大 因為你看到 它主力都是做一些 民生服務業為主 反而我覺得 香港本身的防疫措施 對它的業務有大一點影響 譬如 如果像以前那樣 晚市禁堂食 補習社又不開 其實是會影響到它的商戶的收入 是間接和直接影響到它的收租能力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這個表 就是778去物業出租的情況 它的出租率是有94.3% 是幾高的 差不多是九成半 是唯獨市這個智庫都會廣場 是比較低 只有83.2% 因為其實這個智庫都會廣場 如果大家去過 都知道它是近紅杏火車站的 它是主力做一些旅客生意的 現在未通關 商場出租率低是很正常的 因為未通關 而這個地方是做旅客生意 那些租戶都不敢進去 但是我覺得 這個是其中一間 它整體有16間 所以對它的租墓 不太大影響 而且我覺得 整體來說 778 是一隻穩定的收息股 還有看到它的管理層 投資方面是很審慎的 還有看到剛才的業績 都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你說如果在跌市裡面 你想買一些投資產品 其實我覺得這類房產信託 是OK的 是可以增值和抗通脹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不要想著它有一個大的增長性 因為它就是一些收租股 是收息 穩定 不是給你一個成長股 那今天的內容都差不多了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Like我的影片 分享出去給你朋友看 因為你們的支持 就是我拍片的動力 那下次再見 拜拜 做個要別的講述 請訂閱一下 捨立 請訂閱 obviamente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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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